其實給你們說這些比賽上面的東西都沒什麼用 因為很多我也不會告訴你們 第一吧就是前三級沒有小心他會三級Gunk 然後影響挺多的 然後打到後面節奏就變了 沒有想到暴女會三級刷下 這裡狀態其實挺好的 而且感覺他們還上早了配合的 這種復盤感覺都沒什麼意義 算了算了不看了 而且你要讓我自己復盤最近的三把比賽吧 就從打理0開始 我自己感覺打理0的那第一吧 只能說被軍訓了 卡莎洛卡莎洛有點難打結了 還有金家太太 第一波死完 第一波沒死 三波有點虧 然後第二波被囤了三 三四波線 那部線只能看著操作了 因為你第一波虧了你第二波再退 所以我只能說再退遊戲結束 和遊戲結束是沒什麼區別 然後到後面 主要是我玩卡莎中期 很多時候我沒有就在中路掛著 打到後面CS差的有點多 無所謂了 打入了了吧 打京東 第二把沒啥說的 全自己送的 第一波死也是 第一波非要少那個大 第二波也是非要少那個大 第三波被單殺 第三波不是 無所謂了 被單殺 沒辦法 沒打過 第三把 第三把還好吧 第三把沒啥說的 風格問題吧 感覺每個人 我只能說風格問題 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 第三把被被殺 只能說 想對抗的 然後技能沒中有啥辦法 本來走位好 然後再加上三速鞋 而且我是不想放入了過去的 我是不想讓他過去開大 無所謂了 每一把每一把死 也不是每一波操作 只能說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吧 那波被單殺 其實每一波都是自己活該的 有點搞笑 總不能 那總不能我的傷害都是 就是我在玩什麼英雄的時候 他的他的傷害是可以自動增加吧 一秒一秒加多少 我技能不放的話是不是可以自動加傷害 還有說我空技能什麼的 太幽默了我都無所謂了 你可以說我空的比較多 但是總不能傷害他是自己加的吧 你看你要都說我空了那麼多技能 然後我的傷害 那把女槍我感覺就說實話 我自己感覺我自己的問題 女槍那把是有點抽象說實話 正常來說是要輸的那把 隊友太C了 因為女槍那把送的有點多 而且都是自己去找的 打京東第三吧 帶征服者 不帶強攻 BJ征服者 強攻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理念 對面前排多 比較好觸發我就帶征服者 就多是近戰比較多的話 就是可能會打很久的那種 如果對面是那種拉扯陣容 或者手比較長 我就帶強攻 因為觸發不了 而且感覺我中技能還好啊 我感覺我該中的技能 還是中了 都中了的 只能說是風格問題 你們可能看到的畫面是那種 是那種什麼 是那種看我一直在丟 一直在空 只能說有些技能是卡位子的 然後有些是嘗試的